嗨,大家好,我是Lis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来回复网友的讯息 他希望我录制一支有关肩颈放松的瑜伽 那其实过去我有一些肩颈放松瑜伽 但是他是非常早期的 所以我今天决定重新录制 那这支影片呢,适合所有人来做练习 如果家中的长辈常常很容易觉得肩颈非常的紧绷 那也欢迎他来一起做这样子的练习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喜欢和我一起练习 请帮我订阅,按赞并按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今天不需要任何补具,准备好的话 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肩颈练习 首先我们先来到金刚坐姿 让你的双臀在你的脚跟上方 那我会先从后面示范 所以你们待会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让你的右手往后抓住你的左手手肘 停留在这里之后保持你的脊柱延长 那记住我们这样子抓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让你的腰有过度的弯曲 就来到正常的脊椎的曲线就可以了 那我们停留在这里的同时慢慢将你的头倒向左侧 想象你的背跟头都是倚靠着墙壁来进行这件事 接下来让你的头慢慢的往前画圆 非常缓慢哦 来到另一边 再慢慢的画圆 再慢慢的画圆 来到左边 然后将你的双手解开 让你的脊柱再回到中心线的位置 我们现在要换一边 让你的左手往后抓住你的右手手肘 轻轻的头倒向右侧停留 将你的头慢慢的往前 画圆 画圆 摆到 另一边 再让你的头 慢慢的画圆 摆到另一边 让你的头回正 双手解开 我们让你的右手抓住你的左膝盖 左手抓住你的右膝盖 深吸气 让你的脊椎拉长 吐气的时候 拱背 手抓好 不要放松 视线 看一下你的肚子 很好 慢慢的解开 我们交换 左手抓住你的右膝盖 右手在上 再一次 再一次 深吸气 继续 助拉长 在你的髋关节 在你的髋关节正下方 我们深吸气 右手往上 舉高 视线看上你的右手 吐气的时候 穿过 左手下方 右肩 在地板上 左手往前方延伸 左手提耳朵 将你的臀部稍微拉过来 一点点 停留在这个位置 导致呼吸 让你的身体 照给地板 接下来让你的左手往后 背 你可以放在你的背部 或者是还有空间的话 让你的指尖可以抓到 左大腿内侧 好 让你的左手回到前方的地板 手推地板 再一次 右手举高 朝向鲜花板 右手回来 我们换边 神吸气 左手举高 指尖跟着左手 吐气 左手穿过 右手下方 左肩在地板上 右手往前延伸 踢耳朵 停留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 接下来让你的右手往后 背 可以的话 抓住 左大腿内侧 然后将你的手解开 再一次回到前方的地板 手推地板 左手再一次举高 慢慢左手回来 将你的双手往前走 远离你的膝盖 屁股往后 推高额头 手肘 来到地板上 停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让你的身体整个放松下来 那如果想要多一点的同学 可以让你的膝盖往后走一点点 让你的膝盖在你的髋关节正下方 那是不可以离太远 也不可以离太近 停留在这里 好 接下来让你的掌心翻过来 朝向天花板 感受你肩膀外旋的力量 停留在这里 就是让你的身体往下沉 让你的掌心翻回来 手贴地 身体 首先收回来 身体再推起来 推起来 接下来让你的手肘在地板上 手肘在地板 两手的距离跟肩一样宽 让你的双手合掌 用手肘往后推的力量 让你的额头点地 双手再一次摆到你的头后方 一样我们在伸展我们的肩膀 还有我们的三头 停留在这里保持你的呼吸 让你的双手往前走 双手收 推地板 我们再一次来到金刚左姿 将你的双手在背后食指交扣 深吸口气肩胛骨往后夹胸口 提出来 手球往下 吐气视线看上前方 慢慢将你的身体拉回 手球来到你的身体左侧 停留在这里 那注意两边的肩膀要一样高 所以没有耸肩 让你的左肩 右肩都是放松的 好 手球再一次来到 后方的位置 我们让你的手球 我们让你的手球换边 来到右侧 注意你的右肩没有耸肩 让你的肩膀放松 远离耳朵 停留在这里 鼻住是存现中立的位置 所以不用把你的腰突出来 让你的手球再一次来到后背的位置 肩胸骨往后夹 手球远离你的身体 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往前 头顶在地板上 坐骨离开脚跟 手球继续要往前延伸 停留在这里 保持你的呼吸 很好 慢慢向你的双手 往后 身体提起来 我们让你的双脚往前屈膝 你可以让你的双脚并聋在一起 双手来到膝盖下方 抓着你的手肘 我们深吸一口气 吐气 吐气 圆背 头 垂 停留在这 好 将你的手解开 好 我们让你的身体 往前趴 往前趴 往前趴下来 我们先进行左边 让你的左手掌心贴地 它的高度要跟你的脸的位置一样高 准备好之后 再将你的头 转向另一边 右手掌心在你的肩膀下方 手肘接近你的肋骨 右脚屈膝 手推地板 身体扭转 让你的右脚跨到 左脚后方的地板 停留在这里 这在英语家 我们叫做Broken Wind 好 将你的身体 挖回来 我们换边 让你的右手往右侧延伸 掌心的高度跟你脸不一样 高 左手在你的左肩下方 视线 到另外一边 左脚屈膝 手推地板 让你的身体扭转开来 停留在这里 记得要放松 不可以紧绷 紧绷的话 我们就没有伸展到 所以一定要练习放松 然后再将你的身体 拉回来 拉回来 好 我们让你的身体 身体翻到羊躺的位置 我们让你的双脚伸直 手肘在你的肋骨两侧 我们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手肘推地板 你的头顶 要在地板上 所以我们会伸展很多 我们脖子前侧的位置 好 我们一起来做 深吸一口气 吐气 让你的头顶在地板上 停留 停留 手肘一定要支撑哦 不可以把力量放 不可以把过多的力量放在头上 所以手肘要撑地板 好 慢慢的将你的身体 回正 停留在地板上 我们要再做一次 深吸一口气 吐气 手肘推在肋骨两侧 头顶 在地板上 慢慢将你的头解开 身体回到地板 让你的双脚屈膝 我们要拱 我们要滚背 坐起来 好 以上就是今天简单的肩颈伸展 希望它有帮助到你 如果尤其是你非常常打电脑 有很常滑手机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每天练习这支影片 那如果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 我们下次见 如果我们明天找您的父母 我认识 可以 大家可以拿个身体 5个多小时 可以拿个身体 这样子 稳